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都跟大家講少少關於微難的相關資訊 其實這幾天都發生了不少事件 還有一些廣告或者其他旗下的藝人不停出廣告 也有不少人問我,問我有什麼看法 跟大家探討一下,和大家研究一下 到底現在微難這間公司 它現在在企業的經營上最不想出現什麼情況 都和大家探討一下 其實這幾天有很多網友 見到很多Facebook群組或者個人的Facebook 都在講一件事 就是微難開始有些不太出名的藝人 就在投資一些IG投資、IG廣告 有一些是它自己吃完東西打卡 有一些就不知道是不是廣告 還有一部分就是 說之前投資過它的廣告出來的公司都被人去講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它的藝人在這個時候 就不停地出這些IG投資去刷存在感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其實我自己認為在它們公司經營上面 核心的藝人基本上已經地圖炮 是不能夠再用的了 最起碼這一頭半個月就不可以出來不可以上水 但是啦 次要的它覺得二三線的藝人 還有得夠 所以一開始 其次就是街亭的就鋪條片出來 結果大家看到啦 街亭的條片出原來之後 就一個地圖炮殺光打下柴 之後還有一首 它們十周年的歌 那首歌跟大家分析了很多次的 這首歌已經可以講得上 其實已經可以講得上 那你是身為一間受澳門政府資助的公司,可不可以出一些侮辱女性的歌呢? 這交給大家判斷了,其實政府都應該要審視一下出一些這樣的歌詞的公司是否值得資助呢? 那我們再說吧,這首歌如果它是真的有侮辱女性的成份的話,去到全球這間公司都是過街老鼠來的。 不過澳門、地方勢,很多東西都可能以為可以冷處理就處理得好。 所以,它們那些二三次藝人現在是很急著要逼它們出來去刷存在感。 為什麼呢?它是要告訴人們我們公司有藝人的。 它們出帖仍然是可以接到廣告我們公司仍然是有盈利能力的。 為什麼呢?很簡單,其實美娜它的盈利方式是什麼呢? 其實它的盈利方式有幾種的。 第一啦,它可能是靠自己的頻道影片啦,中間有流量有錢啦。 那現在它流量這一塊是沒有了的啦, 那一天就得好少流量啦,它的主頻道。 那另外就是幫藝人接廣告呀,出IG報呀。 那出一個IG的Story,24小時過了就可以收錢啦。 還有部分就可能接著幫人拍片或者做某些活動策劃這些都會是它一個主要的盈利方式。 但是現在來講,因為它的主要藝人都很糟糕,就沒有人可以接到這些廣告咯。 那現在它還可以用的就是二、三線藝人。 所以我認為呢,美娜之後會主力去捧那些二、三線的藝人。 因爲它們和美娜仍然有合約在那裏。 那所以你見得到爲何它們是不停地在那裏出PO呀,就算吃完東西呀,都要打個卡咯。 就是平時所講的拆存在感啦。 甚至乎有些的PO是似是而非,你是不知道是否廣告的。 那當然啦,我在那裏都不是叫大家去抵制它那些什麼, 我只不過是和大家分析咯。 那其實我認為,站在六毫子或者是美娜的角度來講, 它們對現在公司的狀況可能的理解和你們有少少不同。 爲什麽呢? 黑熊,那什麼叫黑熊呢? 那黑熊這兩個意思呢,就大陸來講, 它解釋就是有一些名不經傳的小明星, 就通過各種營銷手段來黑自己啦, 黑下黑下就慢慢有知名度, 到時再做一輪的操作就將自己洗白, 就成功上位啦。 那這個黑熊是大陸最常見的一種捧法來的, 在黑到連你老爸老母都不認得呀, 那跟著就等些路人去了解你, 只要你是被人知道了, 無論你是真熊滴黑熊呢, 都代表你在娛樂圈那裡有一個位置。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娛樂圈最可怕的事就不是被黑, 最可怕的就是你連被人黑的資格都沒有呀。 那所以, 它們覺得現在它們的知名度應該是前所未有地那麽高, 就算你不停去罵它所出的IG廣告都好啦, 那它鋪完之後, 這間那樣的廣告商是不是都有一個很高的曝光率呢? 那的確確是的。 那有一個那麽強的曝光率之後, 你再出一個跟這班人割蓆的聲明, 甚至說, 它根本都沒有在我們那裡吃的, 那結果你又賺到曝光, 它又賺到廣告費, 那網民又覺得鬧錯你, 就可能會去支持你啦。 那當然這個只是一個講法啦, 黑熊的部分, 但大家自己可以細心判斷的呀。 那你講返廣告這個部分啦, 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可能會是這個部分比較多咯, 那當然我不是說間間都會跟它私底下這樣談啦。 那但是你都要想返喲, 如果在這個時候還會找一間形象這麽差的公司, 旗下的藝人去下廣告的話, 那這些公司是不是值得大家去支持呢? 那但是講返轉頭啦, 其實未啦, 現在我覺得它應該都有錢, 有現金流是頂到幾個月的, 至少三個月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但是三個月之後如果再沒有現金流, 那又可以頂到幾久呢? 它始終都是要想辦法去復出的, 即無論它是開新公司也好, 如果是部主頻道更新都好, 它的藝人一定是要有曝光率, 才可以收到廣告商的價錢的。 就以現在來說, 就算有廣告商, 它傾到廣告回來, 我相信給到它的價錢都不會好多的, 而且藝人要照一份, 落都要公司袋的, 不會多到去邊。 如果你說它還想開一個價, 萬幾兩萬元一個鋪, 但是它現在的藝人是二三線的藝人, 即已經是它未啦, 二三線的藝人, 不是標準外面娛樂圈二三線的藝人, 意思不同。 再加上這班人, 其實知名度都不算得上好高, 和網民又不斷追擊, 它是想這樣接到廣告衛生, 我覺得都有點難度, 和一間正常公司都不會想自己 被網民不停去追擊, 不停地罵, 就算賺到這些廣告費, 好可能都是一個負面影響。 又回到剛才的話題, 所以經營上它沒有了主頻道的收入啦, 另外廣告的收入現在都是非常微薄, 其實如果你說微辣要去養人的話, 除了是燒自己的積蓄之外, 應該是沒有其他辦法的啦, 可能手頭上還有一些以前接了的單在做緊。 但是做完這些單之後, 微辣可不可以再接到其他單呢? 他一個這樣的形象, 就算他接政府的投標的job, 都未必會判給他去做, 因為被網民知道了之後, 他們又會齊齊去出征, 去問政府為何要判這個標給他。 而且其實你看回微辣整個發展, 它是好依賴政府的資助的, 如果政府的資助是不到位的話, 其實它的發展都可以講得上舉報為奸, 因為做娛樂公司是一個相當消遣的行業來的, 你要做得成功的話, 你要有一個核心在裏, 但是現在他們微辣的核心是澳門人來的一開始, 之後就擴展到香港啦、馬來西亞啦, 但是它最核心的大本營澳門已經變了過街老鼠啦, 就算它是開一間新公司都好, 你覺得那些人會查不到嗎? 就算現在都有些網民已經是起了某部分人的底出來的啦, 譬如大陸那些什麼公司是跟這家微辣有關係的, 它公司有些什麼人看起來好像好慘那樣, 但是原來在微辣那裏是有一些監視的職位的, 在大陸公司, 其實做得這些位的人是公司的核心管理層來的, 你不會貿貿然有一個狗不達白的人去做你大陸公司的監視的, 那你就看得到這裏它有沒有些人在外面所講的東西可信度有幾高呢, 大家自行判斷啦。 但是我們亦都是講返黑熊那部份啦, 那人家的黑熊呢, 好有可能是講無關大雅的事啦, 但是這個事件, 在澳門來講, 甚至香港來講, 算不算得上一個無雙大雅的事呢? 應該就不算的, 因爲港澳, 甚至乎大陸, 台灣, 我想馬來西亞都未試過有一家公司好像微辣那麽厲害, 那麽轟動的一個月之內, 那麽多個地方都那麽紅, 但如果他們覺得這反而是他們一個黑熊, 翻紅翻新的機會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好荒謬啦, 因爲這件事是有死人的, 無論你有做無做都好, 公司的負責人是一直縮了後面, 沒有出來面對過這件事的, 那麽人在圍書上做了一個這樣的控訴, 負責人沒有出過來了, 然後只在網上便出了一份 此是而非的公司內部公告, 那麽這份公告, 其實都是他自己傳出來的啦, 那麽就當回應了社會大眾, 其實這件事一開始, 如果是好好處理的話, 根本不會變成現在這樣, 那麽但是我們又沙盤推演一下, 如果一開始, 他出了來, 可能自己辭職啊, 或者是說不關他事都好, 如果之後這首歌, 或者其他這些資訊再倒出來的話, 對他公司來講, 仍然都是一個毀滅性打擊來的, 那麽即是說, 他出來與不出來, 這個劇情走向對他公司都是非常之不利的, 那麽可能他自己都覺得不是那麽乾淨, 所以索性就不出來面對所有的話題了, 那麽這個可能性就有幾高, 大家都可以自己細心地想一想, 那麽但是, 那麽反過來講, 這間公司到底還有沒有一個復活的機會呢?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是認為黑熊是可以推起自己二三線的藝人的話, 這個想法是好天真的, 甚至乎現在他是急到公司8月10號說暫停更新主頻道, 那麽過幾兩個禮拜左右, 那麽就不停地按個頭出來給那些網民打地鼠, 那麽可以看得出, 那麽他應該是對於營業經營方面是好急的, 那麽這麽說, 那麽他這個十周年的表演已經是收了皮了, 那麽這個表演收皮的話, 那麽伴隨而來的是退票啦, 退完票之外還有長租要找啦, 那麽之前彩排呀各方面呀, 那一班人的開工費呀全部都要付的喔, 那麽理論上來講, 那麽這個十周年就應該是虧錢的, 那麽我不知道他這個十周年的表演是拿政府資助, 那麽自己硬錢出來啦, 那麽如果是拿政府資助的話呢, 那麽就要退翻錢給政府的, 那麽如果是自己硬的話, 那麽當然自己硬挖啦, 那麽我確定不到這一點是不是有拿資助啦, 那麽但是我當它硬挖都好呀, 其實都叫蝕了錢的, 再加上好多的廣告呢, 是一下子咳了它停了它, 其實就同你講啦, 我不叫你賠錢呢, 你已經要借天借地的啦, 那麽之後再合作大牌子, 就不會說特意考慮同你有什麽合作, 最多最多呢可能是中小企, 大中小企給到出來的錢不會多, 始終它食的錢賺的錢都是要賺大牌子的, 大牌子如果是一比網民出徵的話呢, 它們之後可能在網上面, 或者是社會上面, 再丟出來洗回形象的廣告費呢, 是遠遠多過給微辣的錢的, 所以它們有部份是寧願不和你玩啦, 你別搞我啦, 所以估計呢, 它們在未來應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牌子是不會和它合作啦, 除非看到它是有一個叫做正常的流量, 正常的形象, 出回來才會考慮和它合作去試試水溫, 所以你現在明白爲什麽呢, 都可能找我們下廣告的, 那它其實呢, 好簡單的一個做法, 它就是不停地出帖, 令到你的網民疲於不明, 它要做的很簡單的, 隨便拍幾張照片呀, 出個帖出個廣告, 你們就是出徵了, 那出徵錯人的話, 那跟著, 人家對你們網友的觀感又不好, 好, 那洗下洗下呢, 就變了它們的成本低過你的網友的成本啦, 那到最後, 就沒有人繼續追擊它出些什麽的帖, 因為慢慢慢慢呢, 就可以跟人說, 那, 我們現在出帖呀, 都沒有人罵的啦, 你在我們那裏下廣告啦, 就算一千元我們都殺的, 那其實你說一千元, 兩千元的話, 這些店舖給得起的, 那反正都是出一個IG的帖, 大家那個成本都不會好高的, 就這樣慢慢慢慢呢, 就可能會做回起咯, 那靠這些IG廣告可不可以頂到整間公司的開支呢, 其實就好難的, 除非你一個帖, 好似以前那樣收到萬幾兩萬啦, 但現在還有無這個這樣的數呢, 甚至乎免費呀, 都未必間間是想給你做呀, 但其實講到最後啦, 微辣方面呢, 你說脫離了它的藝人呢, 其實就不多的, 有好多的藝人應該都仍然在微辣底下的, 所以我自己認為這段時間呢, 微辣是會好積極那樣去想辦法令到她這些, 未被人污染的藝人可以走出來, 而微辣整間公司呢, 就會做個大換血, 怎為之大換血呢, 就是要這班二三線的藝人頂上去幕前, 去到幕前之後呢, 反應OK啦, 就再拿回以前被人污染了那班所謂的雪花回來, 去回自己主頻道, 慢慢就會復活回啦, 即是可能會這樣做啦, 因為那班的雪花呢, 都無說永久不同微辣合作的嘛。 好啦, 今集呢, 和大家簡單講了一講, 為何那些人不斷的頭出來被人打地鼠啦, 和講了少少她公司裏面的想法啦, 當然這些個人猜測啦, 大家覺得有什麼合理不合理的地方, 都歡迎下面補充呀, 那我們今集來到這裏先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